2005年5月19日 25岁的我只身前往新竹工作 之后的2160个日子里 每天在冷气房工作的我 却因为他做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决定 从夜那代到现在已经59年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容易想了一下 只想起过往的每一分钟我都想要离开这里 但在一分钟后改变了 看了25年的背影 却在这一分钟有着跟以往截然不同的感受 晚上的8点15分 是个宁静又难耐的时刻 就在两秒前成千上万的稻米从我眼前路过 我却觉得过了20个小时 原来这就是炎热 日子一天又过一天 如果你问我想不想放弃 我会说 我每天都想放弃 直到某天店里来了第三十五个客人 是个住在外地却又特别回来埋名的人 好 哈啰老板 老样子喔 快来了 对啊 来来来我来帮你准备 好 快来回来买这家乡的米耶 我还想起七岁时 爷爷跟我说他选择做年迷场的想法 米是每个人每一天都会吃的食物 吃这边土地所赐予并育我们的食物 吃的米就要回馈这边土地 和照顾这边土地上的人 原来不论你在哪里 你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像我那天真正继承的年迷场 吃粤子也都要记得拜唱头